今天我把这个腾三七整理一下 说这个是三七吗 这不叫三七 它叫腾三七 也是三七的一种 我记得这个三七不长这样 它愿望价值很高 它是有药用价值的 愿望价值很高 加哥你都是跑肺和感冒还行 说这个它这个都是一些藤条 看没都是一些藤条 它这就是说做盆栽的话 怎么给它 它做盆栽你必须得给它 做个滑架 做滑架 用这个透气的盆栽 你不能用这个测瓶 测瓶它透气性不好 背心它是用质量 它容易这个银不复来 一对熊 但这个一般的涅瓶 这个是最好 这个用的消耗性 它用它是透明 它长得很快 就是你做个滑架把它攀弯起来就行 放到这个实力洋太阳瓦里 进化空气 必须也喝这个东西 进化空气也喝 哦它也进化空气也喝 它背心也喝了 愿望价值都很高 它背心 哦 我想它 我是带到地上 为了都是 抬起这个一样的 可以抬起这个 这个镜瓶以后来 那个 打油 刹河以后 你要倒到盆子里以后 它都长不了了这么大来 做成攀弯性的 这个 给它做个滑架 那它这个就是说光照土壤的话 水分的话 它就需要 它这个光照 你最后是 温度很高的时候吧 你不 你都这个 皮静得给它 稍微的 这个 摘在银 因为是整个 一般它 肾脏正常尾度 二十七八度 十八度 二十七八度 因为是这个高尾的时候吧 它对它的肾脏也不大底 它这个叶子就 塞得有点 慌了 这个叶子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肾脏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花也养的就是挺挺的时候挺难养的 说太好用 你说我带着我带着我带着都没管它 就是夏天 上了就兑了这个脱大费 你要占这个配材管上,你可以勾置一点豆子皮 到生肠基金,你不会教要它的效果 人家教好它 那它用什么肥料? 你要做这个配材管上,你要不露放在让太阳 你要上上这个肥料以后,这个是大热的 你都用这个豆子皮发酵了以后,它这个也不黑味 这个东西,哦,就像土壤就用咱们普通的土就行了 这个土壤嘛,你得用这个土气水上的 你最后是用这个,杀制混合土 杀制混合土 今天我逛这院子,我的财富就已经没在这了 哇,是厉害 我太老长干了,我都留下了,他们有很多过游的 泡水河是吧? 泡水河土 它特别健身 这也是这个小猪,我小花油 这么多好处 老年是喝了骨头 这个东西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